你好,現在5月2號,星期二,下午1點半 站在九龍城的獅子石道 在午餐時段,人流很多的獅子石道 以前光輝很多,現在比較差點 不過不要緊,也叫做九龍城的旺段 現在站在Smile Yogurt Cake & Dessert 前陣子賣了3千7百萬 舖子報道很硬,但這不只是一間舖子賣了這麼簡單 因為6萬多元的租金貸 因為在整棟大廈連在樓上 每一層大約6、7百萬左右,全部賣完 我猜是拼在旁邊的地盤 我的非常好朋友,寶星集團 Anson Chan 在旁邊買了地盤 我猜可能隨時拼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買家是誰 我沒有問,沒那麼多時間去研究 但可以的,Anson是一個好人 很搞笑的,一個有錢人 轉回來這裡 這裡就是獅子石道 獅子石道人來人往 不過以前又旺些,現在好像剩下很多 很多商戶都跟我的生意差了很多 但這間店舖 前陣子賣了三千七百萬 現在就和你簡單地分析一下 因為始終這個不只是買一間店 這麼簡單,收租不是這麼簡單 是整棟東西賣到樓上 可能分分鐘拼在旁邊的地盤 要我給個分數 我真的不懂得給個分數 不知道是不是拼在旁邊 我不是很肯定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好,看看這間店 好,看著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 獅石道65號 地下1至8樓 總之這個Smile Yoga 這個位置 地下1,070呎 有個角樓 上面就970呎 圖織我沒有在手 前陣子就賣出3千8萬 租金就66,000元 回報2.14厘 不過這單店 不只是買一間店 這麼簡單 整個,是整個收購了 你看到資料的時候 整棟大廈的時候 地鋪、上面 2樓、3樓、4樓、5樓 全部都賣光 每層大約600多萬 你看到這裏的資料 整棟東西加起來 上面3千萬 樓下3千7萬 差不多了 地鋪3千萬 但這個肯定是因為重建 因為旁邊這個地盤的時候 我朋友Anson Chan買了 就是寶星集團 那時候不知道多少錢買回來 總之舊樓收回來 現在是獅子石道 平時都人來人往 不過獅子石道現在靜了很多 獅子石道靜了很多 但這個可以的 都知道 在九龍城裡面的黃段 再看一下 現在轉個圈過來看 就是Smile Yoga 背後業主是誰買 不是很穩定 不過整棟買下來不簡單 我想一定有一個重建的元素 分分鐘跟旁邊的地盤 是同一個業主 就是我朋友Anson Chan 非常好人 很好玩得很好笑 我形容是最搞笑的一個有錢人 很好玩 我認識不到一個有錢人 總之這麼搞笑的 總之是 總之是好人來的 我好朋友 我再從這棟角度 看看這棟大廈 地下 一樓二樓 上面每一層的時候 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七百多萬 大概每一層 下面的地鋪 三千七百萬 那時候應該是四月份 成交報紙也有報道到的了 那就真的了 成交了整棟東西 所以這個 就不單止是買一間店 這麼簡單 一定是背後 不知道什麼原因 拼盤地盤 怎樣 仔細的東西 不太懂得了 不太懂得研究 好 先進去裝一下這間店 看見店的環境 就是這樣 大概 她說我進來吃過一些肉 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她怎樣做生意 我吃過一次兩次 又很貴 又不知哪一個人吃 不過就 OK 她說 每個人看法不同 裡面有個小房子 給一些VIP Roma Party 上面有個角樓 OK 那你大概看她的限 那就三千七萬 但說真的 又不是純粹買這間店 原素 我真的不太懂得比分 哈哈 肯定買家 買得進來的時候 購買旁邊的地盤 一定有個原因 不懂得比分 最後看見大廈的樣子 幫你轉一下 旁邊的大廈的環境 旁邊的矮子 九龍城 一大堆這些 舊樓 很多重建元素 所以 拼了你的地盤 建得出來的樓 肯定有錢賺 那邊就是九龍城的廣場 看見店舖的時候 積闊大約15呎 大約門闊大約11呎 不可以 但分數真的不懂得比 因為這個 不是純粹買家店 那麼簡單 相信 麽 對 那邊 是 有 這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